如果你要執行那個程序的話 多半會在旁邊加個按鈕 插入一個按鈕 然後這個按鈕的話也許是連結那個 比較OK是萬年曆4好了 或3也可以的 然後呢把這個按鈕做 應該做按鈕沒問題的 然後呢 我假設我今天變更的日期 比如說我變更到12月 但是這個時候他不會改 必須按一下這個萬年曆4 他會更改 那萬年曆4的話呢 就會重新幫你再跑一次 那如果是10月份的話呢 再按一下萬年曆4 他會跑 但是你必須怎麼樣 再多按一下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解決一個問題 可不可以 當我 下拉之後 不需要再按他了 而是 下拉直接就執行程序 不用再按下按鈕 那下拉有可能是改 改這個 也有可能改這個 所以有兩種可能 這個 或這個 其中一個改變的話 那我就執行什麼 萬年曆4 所以這邊的話 你需要去注意一件事就是 這個是一個事件 什麼事件 就是說當我 如果 C1 或者是F1 這兩個儲存格 有 被改變的話 裡面的資料有改變 那我就執行什麼 萬年曆4 這個 這個程序 然後 這個邏輯是這樣子 很好理解 但是 在 VBA 裡面 如何做 OK 其實很簡單 你只要知道那個邏輯之後的話 我簡單講一下 第一個 它的事件一定會發生在這個工作表 所以呢 記得喔 請各位切到Visual Basic裡面 在Visual Basic裡面的專案 把它拉開來 一定會有對應到的一個 物件 它是指的是 這一個 工作表名稱 對應到的 這一個物件 特別注意喔 是這個喔 不要搞錯了 如果今天我要偵測的是 這個工作表裡面 的這兩個儲存格的話 那你一定要先找到它 第二個的話呢 把它打開來 也就是說我們之前寫程序是寫在模組裡面 這個時候呢 不是寫在模組 你不要說像之前有同學 就很習慣的 把底下這一行 複製貼上就貼到模組 一跑 奇怪老師怎麼不會work 因為它不是寫在模組 特別出